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曼陀 曼陀 因为孩子的事情呢 所以你的长姐很挂念你 但是今日寡人见你华容婀娜 寡人也就放心了 可以回去跟你长姐交代了 多谢姐夫和长姐关心 曼陀一定不负众望 一定好生调呀 曼陀 家罗 别闹了 成何体统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是自家的家业嘛 无妨 小妹自有顽皮 杨妹夫别往心里去 杨妹夫戎马一生 家罗哪有跟你争抢的道理啊 曼陀替家罗跟你赔个不是 哪有啊 二姐言重了 你们两个这样 如果传到般若的耳朵里 肯定以为我这个大姐夫 不招待你们好好的 可是你们看看吧 这么多的美味佳肴 为什么偏偏要抢那一盘呢 就是 可不是这个了 一个盘子里只有两块肉 这不是故意让时刻吵架吗 就为此也该发姐夫一杯 哪有罚圣上的道理 我看哪 还得是我这个做姐姐的 自罚几杯给圣上赔罪 曼陀 曼陀 给老陀 给老陀 你 我 三姑娘 你是在这儿用膳呢 还是回正院 二姐跟大将军 他们都吃过了吗 军公夫人的饭 已经送回房里了 奴婢刚才过来的时候 遇到了姑爷 姑爷问姑娘 您去哪儿了 说在正院等您一起用膳 那我还是回正院用吧 大将军呢 三姑娘 姑爷刚才本来在这儿等着 结果冻香那边闹了起来 似乎二姑娘喝了碗酒 针黄鱼羹就吐了 姑爷就赶过去看了 你 杨健 我看在二姐失去孩子的份上 我已经一忍再忍了 没想到你越来越过分 简直欺人太甚 金哥哥 真是过意不去 你看 这又没有别的丫头 我又吐了秋辞一裙子 真是 我只是打把手帮个忙 不算什么 你要是自己能喝 你就自己试一下 算了 还是我来吧 简哥哥 我之前跟家罗 因为坐折的事情吵架 你不会怪我吧 你不知道 我一个人在龙溪 过得真是 生不如死的日子 怎么会呢 是你想多了 我跟家罗都不是小气的人 你啊 少爷 不好了 喜神大爷着火了 你啊 出什么事了 是军官滑变 还是云户又干什么 我是骗你出来的 还牺牲大营有变呢 自家大营找我都不知道啊 我刚才过府来找你 正碰上东雪和邵夫人上了车 有个丫鬟说 邵夫人看见您为那位喝汤 一气之下就走了 走了 他去哪儿了 你问我 我问谁啊 就你刚才拿勺那 那浓情蜜意的样子 少夫人没进来泼你一辆水 就已经够好了 胡说什么呀 是曼陀身体不舒服 边上有没有服侍的人 所以我就 我的少爷 瓜天礼下这四个字 你都不清楚啊 当时在灵堂的时候 你避嫌不是做得也挺好的吗 二姑娘身体不舒服又怎么了 少夫人是她亲妹妹 拢西郡公是她亲郎君 这儿又是她的亲娘家 她甚至不舒服 轮谁关系 轮断怎么样 少夫人刚刚回来 脸色怎么样 少夫人 她根本你没回来啊 家楼离家出走啊 她没在你这儿 当然不在 你对她做了些什么呀 奴才听说 隆西郡公夫人回京了 以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这才过了几天 渡过满头一回来 你就把家楼趴到等候了是不是 我没有 我已经保持了 跟她相处的分寸了 是家楼太小心痒了 你要答我没问题 但当务直截 尚先把她找到 你说什么 家楼我小心眼 滚 不值得我动手 因为你根本就是个蠢蛋 快去 在 召集所有人马 去慈府 如玉轩 还有独孤丞相的牧场 快 是 找死 留守 毕竟 快 在 扫 Ann 远远多 来 相好 好 走 姑娘 咱们出来散散心 也挺好的 冬屈 你说 不过是喂一个药而已 我的反应 会不会太大了 都这会儿了 你还替他着想呢 这种人就该狠狠地治 说起来我就来气 昨天上午 他还跟我说 让我收拾正缘挑日子 说要跟你一起住呢 果真啊 是狼言薄如纸 欲风则化灰 算了算了 我也不往你伤口上撒盐了 谁年轻的时候 没遇见过几个混账啊 你比我还小呢 可看你这么折腾 我的心啊 早就老了 救了 你 我 πάλι了 再多多多点 今儿 我还要 sos 我还请你 自己的警告 我想不知 我还把你们看 那是事实是 你是伤口的 我们知道 是什么我最主要的 护送一架马车出了城 沿渭水河往东边去了 有杜孝伟护送 郡主的安全不是问题 可他这是要去哪儿呢 谁知道 可能是他心灰意冷 眼不见为静 就算生气 就算我做得不对 好得也知一声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找到没有 闹腾了一晚上 各处都找了 说是三姑娘气得出了城 她就会耍这一招 姑娘 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要不 你以后还是远着些杨世子 不 还是远着些杨将军吧 毕竟你们一个使君有父 一个罗夫有夫啊 笑话 我为什么要替他们着想 我有拉着杨间的手 不让他走吗 再说了 我们家跟杨家是世交 我生个病 他过来看看我 再品尝不过了 加罗要是想走 让他走好了 来的路上又不是没听到 他一直妒忌成性 可妹夫和姨姐 就是得避嫌 这万一要是知道的人多了 我怕 怕什么 黎兵远在天边 能知道京城的事 再说了 他对我心存愧疚 就算他知道了 又能拿我怎么样 凭什么我一个人 在拢夕受苦受累 他们在那儿举案其美 离开京城的时候 明明跟我说 会懂我一辈子的 既然我不开心 他们所有人都变下开心 这样才公平 姑娘 你别 还不赶紧跟我梳妆 一会儿我还得去杨府 去安慰一下坚哥哥 快点 来 来 来 夫人 免礼吧 听说府中有事 我特意过来看看 家主不是 尚未勤身 舟母又没在府中 实在是不方便招呼 还请郡公夫人 改日再来吧 真是奇了怪 我妹妹的家 难道我还进不得了 夫人 你还懂不懂得规矩 奴才蠢笨 自然不如夫人 不请自来的规矩 你要干什么 我们家夫人可是病人 夫人 你昨晚又没睡好啊 飞鸽放出去了 一路的驿站都会留心的 别把事情弄大了 动不好 他只是出现散散心 是 为什么拦着我 不让我进去啊 夫人 为什么拦着我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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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哥哥 我听说家洛出事了 我特意过来看看 可是他 他居然不让我进来 坚哥哥 你千万不要怪他 他也是为了我好吗 你身子还没好 怎么不在家里休息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你昨晚没有睡好吗 这个家洛也真是的 小的时候脾气大也就算了 成了亲之后 还是不知道收敛 你瞧瞧 都有黑眼圈了 我 我们现在不比小时候了 是啊 不比小时候了 可是以前的话 就都忘了吗 想想那个时候 也是同样的紧致 你我相对而忘 你跟我说 会等我一辈子的 要等我恢复 自由身的那一天 过去的事情 受得对不住你 只然这时间变化太大 有些事情 我们自己也身不由己 你的意思是 你心里还有我是吗 你没有喜欢过别人是吗 你跟珈罗 只是一对假夫妻对吗 你误会了 你不用再说了 我就知道 你的心里还有我 郡公夫人 您来我们府上 到底是关心您妹妹的 还是来给我们家少爷 救情妇人的 你 皇后一旨到 皇后口谕 宣镖齐大将军 杨坚即刻入宫 不得有误 钦此 皇后千岁千岁 千千岁 谢谢公公 这位大人 可不可以帮我 皇后也跟皇后通报一声 就说 我也想跟她见上一面 您是谁呀 我是龙溪郡公夫人 咱家是来宪宫府传旨的 郡公夫人想要进宫进宪 得到宫门递折子 大胆 我可是皇后的妹妹 杨将军还是皇后的妹夫 你问她 不递折子能随便入宫吗 不递折子 宫子 赶紧带你家夫人回府 曼徒 恕不奉飞 清哥哥 你敢小人 竟敢如此待我 夫人 这辅舟官员的内卷进京 案例都是要先去洪兵院的 就算京中有院设 也得报到后才回家居住 可夫人这一回京 就回了娘家 只是让王女官去了洪兵院 这宫内不知也是正常的呀 又你多罪 去洪兵院 拿上我整套 高命的行头 我这就跌折子进宫 让张姐 好好救这帮 没有眼力的家伙 等着 好大的胆子 有人家做夫君的吗 我对你客客气气的 你跟我蹬鼻子上脸吗 我这个座长姐的 还没死呢 你敢给我欺负起加龙来 您缓着点 殿下 奴婢想替大将军分辨一句 大将军本和龙溪郡公夫人 有婚姻之约 久未相见 乍然重逢 有些激动也是情理之中 况且按侍女所言 大将军和龙溪郡公夫人 并没有出格之举 也是三姑娘让大将军 去照顾龙溪郡公夫人的 怎么 觉得自个儿委屈了 家罗让你去照顾她 你就真去照顾她 她是替你顾全面子 你有替她想一想吗 我告诉你 曼陀没嫁之前 信的是独孤 嫁出去信的是礼 她就算死了也用不着你这个信仰的来管 她在那也几场戏掉几滴眼泪 你的心肠就软了 你把家罗放在哪儿啊 这下好了 人气走了还给我弄吊 家罗在外面要是出了意外 你拿什么给我交代 还给我处在哪儿 早知道当时你会对她这样 我就算违背父亲的遗愿 你不会把她嫁给你 我 快传御医 快传御医 是 殿下 没事吧 滚呢 大将军 您还是赶紧回府吧 想想怎么找到三姑娘 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 是 杨将军 等等 那儿 殿下临近产期 气血涌动 还常常心虚不宁 今天刚得知三姑娘失踪的消息 气得发了气喘 所以才会中乱 望将军体谅一二 杨坚气感 原本这件事情 就是我做的不对 殿下这次发怒 不是以皇后的身份 而是以长姐的身份 只要您一直在二姑娘 和三姑娘之间摇摆 那么最终 必定伤害的是两个人 杨坚明白 杨将军是聪明之人 望好自为之 等等 有件事 我想请教一下姑姑 皇后刚才说 曼陀每回掉眼泪 装几场病 我就会心软 不知道这几回 到底指的是什么 大人 你有没有想过 同样都是皇后之妹 二姑娘居长 还兼嫁于陋西郡宫 但就在前不久 才被册封为郡主 皇后一直都不喜欢她 但这并不是敌术的偏见 你可以问问 独孤府的旧人 哪个不值得 二姑娘心胸狭窄 气量浅薄 因为一点小的事情 就拿眼泪来当武器 皇后严禁别人 告诉您二姑娘丧女之事 就是怕您心生怜悯 旧情复燃 影响了您和三姑娘的 夫妻关系 但是没想到 不可能 曼陀她不是这样的人 大人觉得皇后为何要骗您呢 我对曼陀 其实早就放下了 只是她病得实在太严重了 我也不能看着她不快 家罗也是 明明是她让我照顾曼陀的 怎么能不声不响 转头就走呢 杨将军 看来您是真不夺女人的心思呀 大人 奴婢奉劝您一句 反正杨家是圣上得力的公骨之臣 您要是真放不下二姑娘 索性早早合离 陆西郡公府那边 不行 我绝对不能跟家罗合理 那就难了 独孤家的女儿 总归你只能娶一个 奴婢再多一句嘴 之所以您对二姑娘念念不忘 还不是因为当初您觉得 和二姑娘心心相印 可是您有所不知 二姑娘当初 想嫁的并不是你吧 你说什么 大人回忆一下当年 二姑娘嫁妆和落水之事 难道当真没有疑点 这会儿我估计她难受着呢 这会儿我估计她难受着呢 涂姑家的两姐妹 都同样是一副古怪脾气 般若的病情怎么样了 月份太大了 小禅已是不能 所以如今准备的 是让胎死服中的毒 难免会影响到母体 不过问题不大 为什么我听到你说这些话 我仍然难过呢 上一次就是因为主上心软 才会功败垂成 这一次 就算是您后悔 也大事已定 您又何必难过呢 皇后就是您的心魔 您什么时候 能真正把它放下来 这至尊之路上 才不会再有虎狼啊 您也去派些人手 赶紧把毒孤家罗给找回来 等他小产世子之后 唯一能安慰他 也就只有这儿没有 请看 莫非 露西郡公夫人求见 你说 我要是住在这儿 该有多好 是啊 这里好漂亮啊 怎么没有见到姨母啊 她不是应该住在红冰院吗 怎么刚才没有见到她 我也不知道啊 那怎么回事啊 你还有脸回京吗 我派你去龙溪郡国公府 你做到了没有 堂堂龙溪郡公夫人 需要一个被人来伺候 你是怎么当的 是事实还是怎么了 是啊 臣有罪 亲皇后责罚 出去 可是我不是 我给你带来伙抱 你 nosaltres 别太好 可以带来优务 我给你带来优务 我给你带来优务 放开我 放开我 你 郑桀 我 郑桀 早这么收拾你 你就不会出这么多幺蛾子了吧 郑桀 曼陀 你不许这么叫我 现在的我贵为皇后 而你只是个卑贱的臣下 以前看在阿爹的面子上 还能替你撑撑腰 不过当我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情之后 我才知道毒蛇是救不得的 殿下 殿下请听臣父应言 昨日之事竟是误会 玉前不得善言 救你 以后你再兴风作浪 做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是不介意帮你的龙溪竣工 那第三方 滚 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明明是家罗的错 嘘 你还想不想活了 只要他是皇后 他就可以这么做 怪之怪我 身子不争气 要是我昨天陪你去毒蛊府的话 事情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你就想开点吧 皇后还是念着姐妹情的 她能用这马车把你送出去 就说明她不想被人看到你的笑话 我可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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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出了城 咱们就到齐国的地界了 既然好不容易来到了洛州 不吃点这锅帖怎么行呢 吃点吧 我听说啊 城外有个有名的石窟 都是前朝的善人捐赠供奉的 要不下午咱们去那儿散散心 好啊 姑娘 我就说这儿不错吧 这儿有山有水的 多美啊 姑娘 姑娘 你别不开心了 咱们出来透透气 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那儿 来 吧 你别不客气 好啊 我儿子 庆祝福 我儿子 我儿子 你好吃吗 谢谢啊 家鲁 鹿姐姐 小家鲁啊 你还记得朕吗 参见大齐太上皇陛下 没有外人在这儿 叫他姐夫就好了 姐夫 自从他生病以来 一直闷在宫中 我实在是不忍心 就带他出来走一走 为了怕麻烦 我们就悄悄潜入你们州国 你这个大将军的夫人 不会告发我们吧 当然不会 鹿姐姐要是常常来大洲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上回慕容室的事情 多亏了你了 其实这几年 我也想去齐国看你来着 可是 家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丞相大人的事情 我早就已经听说了 因为当日两国在交战 我为了避嫌 就没敢派人前来吊咽 就连你大婚 我也没有办法送你 姐姐真是惭愧 好在 杨国公是仁义之君 想必他的儿子 也是英雄才君 你还记得奴婢吗 你还记得奴婢吗 这不是磁房的小蒜盘经吗 你现在跟着珈罗了 是 奴婢现在叫东娶 夫人 奴婢知道我们姑娘最听您的话了 现在 她又自个儿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所以奴婢斗胆 还请夫人 能再帮我们姑娘指点迷津 你怎么了 说来听听 我实在是很难受 可是二姐马上要生产了 我要是告诉她 她一定会很担心的 可是陆姐姐 现在家里有二姐 府里又有她 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呢 你真是个傻孩子 如果你真的离家出走 你大姐能不担心吗 其实我有很多办法可以开解你 但是现在 我什么都不想说 你知道阿湛为什么要退位吗 都是因为她身体的原因 恐怕 不剩几个月了 不可能 可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你为什么现在 还要带她出来呢 因为我想尽情自在地生活 不再去想皇帝 女官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起十七岁和她初见 想起十七岁和她初见 如果那个时候早知道 我跟她只有十八年的缘分 我就应该倍加珍惜 和她相处的每一天 不再和她争执 不和她吵架 只要看着她 宠着她就好了 其实阿湛也并不完美 定过亲 去过皇后 我跟她阴差阳做到现在 也不算她什么明媚正娶的妻子 可是现在 这些又算什么呢 可是 没有可事 家罗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 你处理得太矫情了 如果你心里真的有杨坚 你确信她心里有你 你就应该相信她 你记住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都不要让自己后悔 不认识 老多 咱们回京吧 是 夫人 夫人 看来这石库是来对的 姑娘一回来 心情大好啊 来 接 叫你们一程出来 是 这位是票棋大将军 将军 今天你回到京城 你说看见了黑色马车 和施警民侍卫路过 是不是这辆马车 没错 就是这辆车 大概是前天 天刚黑的时候 从这儿经过的 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 这个要不好说 前面是个三岔路口 又能去同州 又能去洛阳 还能去上菜 下官哪分得清啊 傅城王 这个时候会通州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去看看 少爷 今天已经奔波一天了 少夫人行踪已明 还有杜校尉护卫 应当是不会出什么大事 打仗几天不睡 现在赶点路算上吧 人不信 您总得让马喝点水吧 小人马上去拿水拿凉 一程 上我的房间里 再添一盏水吧 里程 杨大哥 别来无恙 谁是你杨大哥 我说 你是否杀了曼陀的孩子 你笑什么 我笑世人皆是吃傻 我笑我那个稷慕 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不仅骗到我父亲团团中 就为你这个前任青王 都心甘情愿地为他出头 少设想混销是听 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就算不问 我也会告诉你 独孤曼陀的真面目的 房里备有粗茶 何不来上一杯 不可能 我绝不相信 曼陀是那样的人 你说他陷害你 有何证据 我好好一个俊光世子 如今被发配到南宁州 这种蛮荒之地 还需要什么证据 如果我真像他控诉的那样 极恨弟妹 只削趁父亲初勋 不在府中之时 就可以悄无声息地将他杀了 何够要等待他生产之时啊 诡辩 我不相信 天笑有哪个女人 会狠心用自己孩子的性命 来陷害别人 别人不会 他会 为了荣华富贵 他连自己的清白都可以舍弃 又何况一个无法继承赤子之位的女儿呢 住嘴 你真的以为 他是被人陷害 才和我父亲穿风一度的吗 他原本想要爬上的是我的床 他嫌你官职低下 嫌杨家没钱 所以之前才都方与我接近 不仅约我去猎场叫我表哥 还告诉我 家罗和傅成王早就不清不满 不许胡说 你好好想想 我那天是不是喝醉了 和独孤顺连闯夜话 我父亲是不是走错了房间 二姑娘当初想嫁的并不是你吧 大人回忆一下当年 二姑娘嫁着和落水之事 难道当真没有疑点 妹妹今天只是一时性急 她是不小心把我吐下水的 二姐 你不可以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自己想要做王妃 你就去 你就去勾引阿佑 被我发现了 你 明明就是你觉得 嫁得没有我跟阿姐好 所以心里头嫉妒 就想把杨迁甩了 做阿佑的王妃 不顾家罗生来光明磊 我从来没有做过 也不屑做这种因此残害之事 结果二姐的亲爱已经被毁了 那就把我这条命赔给她 这总可以了吧 杨大哥 我如今已是丧家之权 我刚才说的话 你当然可以不信 就连我自己 都是想了很久 才明白各种关节 但是天目昭昭 杜古曼陀就算做得再地水不漏 也一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你何不亲自去查证一番 如果坐实了 我诬陷你的心上人 我的命就在南宁州 你随时来取 不是兄者一夜吗 我现在再说一遍 立刻回京 方辉哥 让管家即刻设法找到 当年曼陀的如母佳人 和已经被发卖的 家罗侍女夏哥 到京之后 我要马上见到人 夫人 您多少吃点吧 这样身子会受不了的 夫人啊 你什么都不吃怎么行呢 来 吃点东西 乖 都怪你 要不是你窜择我来京城 我能丢这么大脸吗 我让你这次回京城 是希望你和皇后阳夫人合和 好好利用他们的助力 我不是让你回来抢妹妹的帐篷 让长姐发怒的 夫人既然要怪罪 那我现在走就是了 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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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是曼陀一时积分 说错了话 请义母别放在心上 夫人行此大礼 妾身可担当不起 义母 我真的错了 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不管我 我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求你看在我们往日相处的情分上 看在我那个刚出世就被人害死的 孩子的面兽 你别往心里去 就饶了我这次吧 夫人 你很聪明 很多事情你都懂得举一反三 但是过犹不及这个道理 你还是要慢慢体会呀 请一步教训 我到底该怎么办